大家好 我是毛王 这期我们聊一聊 昨天刚收到的消息 我大概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新闻 是亚洲新西兰基金会 公开了一份调查 调查的结果是发现 58%的新西兰人认为中国是个威胁 过去这个数字大概是37% 只有37% 今年一下飙升到了58% 然后对大国的信任程度 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会在世界上采取负责任的做法 这个新闻可以说是跟我过去 对新西兰民间舆论的担忧状况 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在俄乌战争之后 以及在中所安全协议之后 本来已经恶化了的 对中国的威胁感 可以说是又达到了新高 那就是现在是这个调查结果 显示79%的认识是俄罗斯为威胁国家 那这个中国是58% 也好不到哪去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现象 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个可能在别的国家也有发生 但是对新西兰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 那就是中国 在我的印象里 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大家怎么想 在我的印象里 中国应该是没有威胁过新西兰的 也就是新西兰人 为什么会认为中国是个威胁 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 首先我认为外交关系 这个中国跟新西兰经贸 什么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而且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后再说民间关系 我们华人 在新西兰5%的人口 这么多华人 基本都对中国都是比较了解的 那我一直在想 就是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感到这个有点奇怪 就是说那这些认为中国是威胁的洋人们 他们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华人邻居 这些华人都是从中国移民过来的 这么多人 5%的人口 我认为这件事最终 是跟我们华人有关系的 就是说新西兰不可能 中国也不可能入侵新西兰 那新西兰也不可能去打中国 那这种情绪 这种恐慌的这种情绪 它会撒给谁 撒到谁身上 大家自己自己以后 回去以后想一想 第二点我就是说 我们华人做这个所谓的交流工作 沟通工作 做了这么多年了 满打满算20多年了 这就是结果 结果就是说是一遇到事 你像中国跟所罗门签个协议 或者是怎么样 外部出了点什么事 这个新西兰人的恐慌情绪 就升高了 这件事就逐渐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这个互信 就是民族互信 新西兰和华人之间的民族互信 是非常有问题的 是没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到位的 现在就是说 新西兰人如何看待这个事件 你为什么说这个俄乌冲突 会影响到 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本来这是俄罗斯的事 它新闻上就会认为 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是一伙的 其实我们华人 我们中国经常性的撇清关系 我们是中立的 我们爱好和平等等 经常就这么说 但是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要联合起来 要害他们了 就是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然后第二点 那就是中左安全协议 这个是可以说是让 对新西兰人来说是一个头一次 历史上头一次有世界大国 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还是什么国 第一次来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这个他的心理是感觉上是非常不适的 这个心理上的适应呢 如果我泛泛的说 那就是说需要花很长时间 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时间并不能解决这种 这种威胁感 我们未来如何去 让新西兰人 不要那么害怕中国的崛起 或者说不要那么害怕中国的到来 来到这个南太平洋这件事 这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按照我们华人以前的这个交流的效率 我觉得这个很难 但是如果这个恐华情绪失控的话 我现在一直在观察 如果这个恐华情绪失控的话 那这个最大的受害者 很可能就是我们华社 其实我们华社 很多人都装着 这个跟中国没关系 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意也好 还有这个人员来往等等 政治观点 很多世界观 看的一些文化上的一些东西 都是从中国来的 这个是割裂不开的 最终的结果 那就是 这个洋人有可能会因此 导致这个 我们与主流社会 这个华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恶化 这个是我对此事的一个判断 至于这个中心关系 我认为这个我们作为新西兰人 这个感觉有点远 就是说中心关系好坏 跟这件事这个关系不大 我认为是关系不大的 就是因为这个新西兰的高层的政绩的这些人 他们还是对这个全局是比较清醒的 这个不清醒的是这种底层的这些平民 那你高层的人清醒 那他就不会做出一些 这个很危险的一些外交上的一些举动 但是这个民间 民间的这些人 还是会把这个仇恨 会一部分的转移到我们身上 这就是我们需要 这个关注的一个点 好 这就是这期我要讲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